原来这才是红拳的功力训练 一朝一世气势刚猛 这是一段外国人练习红拳的珍贵视频 究竟包含了有哪些功力训练方法呢 我们来看看 这是铁球和铁环弓主要练抓力和逼力 下盘为马步 这是练巧手的重要方法 通过手臂不断地抛肩木桩增强功力 腰腹力量训练也很重要 这个负重转腹动作做起来挺难的 你能坚持做几根吗 类似训练腰腹的方法还有很多 可见老外在练功这件事上非常较真 很下苦功啊 抓铁杀带是男拳惯用的练功方法之一 掌皮砖块原来也是老外热衷的表演项目 还有轮铁锤 一锤八十这谁顶得住啊 但不得不说这是非常好的练抗击打能力的方法 红拳手法丰富 腿法较少 手上功夫必须过硬 这种练手腕的俯卧车你见过吗 红拳的刚净有力也体现在手指上 通过蹲马步抓失所或砖块来提升直立臂力 红拳手环曾在成龙电影里出现过 可以练巧手的攻防变化 武术实战中常说未曾学打先学挨打 拍打工是传统武术硬弓练习的方法 通过不断的击打身体各个部位 可以练就金刚不坏之身 实战交手时拳打脚踢不用怕 外国人练红拳都是奔着实战去的 往往第一天学了招式 第二天就要找人比武切磋 或许在他们有限的认知里 练了武术如果不能打 那还真不如去跳广场舞